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下把手伸进池塘里 想摸摸那条鱼 不料 滑到了池塘里 路易听见了扑通的一声水声 急忙赶到池塘边 池塘面上的水晃动不停 却未见任何其他的 他以为是谁扔了石头下去 并未在意 正欲走 阿湘行色匆匆走来 嘴里喊着道 公主 公主 看着阿湘神色慌张 路易问道 怎么 公主不见了 公主刚刚和大人您一起离开 就没再回来过 阿湘慌慌张张道 阿湘话音未落 路易就跳入了池塘中 阿湘还来不及反应 路易的身影消失在了池塘中 阿湘慌了 这路易为何要跳下池塘中 是怕公主不见了 皇上会责罚吗 这公主找不到 路易又轻声 吓得阿湘急忙道 有人落水了 快来人啊 听到了呼喊声 所有人往池塘边赶来 发现路易正抱着公主从池塘里跳出来 此时的惊吓已经奄奄一息了 所有人都吓傻了 太医 太医 快宣太医 这是李恒急促的声音 路易叹了叹惊吓的鼻息 很是微弱 几乎感觉不到惊吓的呼吸 情急之下 抱着惊吓的腹部 让惊吓面朝下方 惊吓吐了几口水出来 恢复了意识 发现路易抱着她 并且看到了周围的一切 一切刺眼的目光 盯着她和路易看 似乎在猜测两人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样的目光比杀了惊吓还要难受 惊吓用力狠狠地推了路易一把 委屈的声音道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哭着跑开了 路易万万没想到 她救了这个女人 还为那个女人白白挡了一刀 这个女人竟然恩将仇报 路易还在发呆之际 周围所有的人都散了 就剩下湿漉漉的她 久久地站在原地 她心里特别憋屈 回到家反被路婷质问 是不是对公主做了什么越举之事 路易不理会路婷 往自己的屋里走去 路婷怒道 把话给我说清楚 爹 我是您儿子 您儿子 难道你不了解吗 明娘过世后 你就没有好好跟我说过一句话 叫我如何了解你 就算我做了 那又怎样 她一借耳光打到了路易的脸上 路婷的手颤抖着 路易心痛到了极点 闭了闭眼睛 再不记 她面前的人是她的父亲 路易转身 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走出了家门 一家酒馆的老板看着路易 一脸的丧气走进她的店里 急忙出来迎接 怎么回事 这衣服怎么也是湿的 跟我来 店家老板名叫徐刚 是路易多年的好友 路易一遇到烦心的事 就会来这里喝两杯 一来二去 两人店熟络了起来 惊吓在皇宫内 又是内疚 又是气愤 路易用的是急救方法 他虽然不知道路易是从何处学来的 但他一个现代人一看就懂了 路易那是救他 他应该感激才是 没想到自己一时恼火恩将仇报 只因他觉得自从路易找到他后 他就没有一件好事 要是路易没有找到他 他也不会回到皇宫 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 真的希望今后再也不要跟这人有任何的联系 第十集 今夏得知路易进了赵羽 带着病前去探望 今夏风寒刚好 又掉入了池塘中 加上被路易救活的事件 整个人十分压抑 挤住香的功夫 今夏又染上了风寒 高烧不退 昏迷不行 玉花园里路易报今夏的事件 传到了皇上的耳朵里 当时皇上龙颜大怒要治路易的罪 今夏说了真话 说路易那是救他 还跪着请求皇上别将罪于路易 皇上这才不追究 一个晚上过去了 今夏的高烧仍然不退 人还在昏迷当中 太医也是束手无策 皇上一怒之下将路易关进了赵羽 以路易轻薄了公主的为由 才导致公主重病 路易有口难言 不为自己辩解半句 遇上了这个女人 算她倒霉 若是上天就此收了他们两个人 那也不错 黄泉路上 这笔账再慢慢去算 打开百度APP 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公主昏迷不行 路婷也被软禁在府中 换言之 若是公主没了 整个路家都得治罪 真是半君如半虎 路婷跟在皇上身边几十年了 也从没见过皇上这么的不讲理 只是他们这次得罪的 是皇上的心尖肉 路婷也是无处伸冤 夜深人静 阿湘是在今夏的床边 今夏躺在床上 神色很难看 头左右晃动着 嘴里哭喊的这道 父皇 您不能杀路易 不能杀路易 阿湘被惊醒 公主 公主 今夏醒了过来 满头大汗 慌张问道 路易是不是出事了 这个 这个 阿湘犹豫不决着 今夏慌了 吼道 快说 是不是出事了 他 她被皇上关进了赵羽 今夏不顾虚弱的身体 掀开了被子下床 快速将鞋穿好 外衫都没穿 冲了出去 阿湘急急忙忙 拿了今夏的外衫 公主 去哪儿呀 等等我 脸色苍白的今夏 来到赵羽门口 此时的她 已经穿好了外衫 却被锦衣卫 拦在赵羽门口 公主 您不能进去 今夏没有功夫 跟他们说那么多 拔开了一名 锦衣卫的绣春刀 架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威胁道 若是不让我进去 我就死在这赵羽门口 到时你负得了责吗 公主以死相逼 锦衣卫下的脸魂都没了 慌里慌张地打开了赵羽大门 带着今夏进去 发现牢中的路易手和脚都带上了铁链 低着头 孤零零地坐在草堆上 这一刻 今夏心里莫名像被针扎了般的疼痛 快把牢门打开 今夏对着看牢门的锦衣卫道 路易听见了今夏的声音 神色不喜不怒 仍低着头 保持原来的状态 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 这 今夏手里的刀还在 又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牢门被打开了 今夏急忙扔下刀 走了到路易面前 在路易面前蹲了下去 温柔地问道 他们有没有欺负你 宫里的太监常常说着 赵羽里的事给今夏听 无论是谁 只要进了赵羽 那是生不如死 想死都是一种奢望 路易抬起了头 撇了咧嘴角 一副不屑的模样 看着今夏 这是几个意思 阳心发现还是冷嘲热讽 也就只看了今夏一眼 什么也没说 又低下了头 认真看着路易的衣物 还有裸露着的皮肤手和脸 都没有一丝的血迹 今夏站起身来 严厉道 你们谁敢动路易跟头发丝 我就让谁脑袋搬家 路易又抬起头 目光没有了刚刚的不屑 但也不知道 这公主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开口道 如果你还有良知 请让皇上不要牵连整个陆府 所有的事由我 路易一人来承担 这话今夏听得明明白白 没有留下支言片语 就离开了 路易冷冷的目光 目送着今夏离去 他有些后悔了他 刚刚说的话 那个恩将仇报的女人 怎么会愿意这么做呢 来看她 也只是看她的笑话而已 又或许来看看死了没 到了赵玉门口 今夏体力不知地 靠到了阿湘的身上 公主 您怎么了 今夏微弱的气息道 没事 有点累了 扶我回去吧 - 索 - 虹